然后片分开了以后 我就先把这个后片勾完了 那这个后片是这样 后片勾的时候呢 我就是注意一个是这个边上 我都勾的是长针 因为勾这个蜂窝针吧 它会往回缩 所以勾的是长针 另外以后我勾的这个 两条线 这后面这四条线呢 我就分到上面呢 这四条线就是一个左肩 一个是在右肩 这个地方呢 我走的时候呢 我就看着中间我要收领口 所以我这条line走的时候呢 我就给它挪到左肩这儿 这个边如果是蜂窝针呢 它会往回缩 我就没再勾边 所以这样呢 等于上面勾的这个左肩这儿呢 两边都是我家的这条line 就是double stitch 右边也一样的 现在我就勾前面 前面我是要勾圆领 所以这个现在从前片开始往上勾 勾法呢也是跟这个后片一样 就是前面我这个 留口的地方呢就是从这个中间这个地方 然后两边呢就是这个左肩右肩这儿 好那我现在开始勾前片 我因为就是这个边我都留长针 因为那个勾着那个网眼针它会往回缩 所以这个这是后片 这是叶下这儿 这儿到了这儿我开始勾前片的时候呢 边上这个收这个前片的时候 收袖子胳膊那儿的时候 边上我都要勾长针 那就开始勾前片 这儿这儿是后片 这儿是那个叶下 这是前片 我勾的时候呢先先勾一个 先把这个线带过来了以后 我这儿是勾一个短针 第一个勾短针 第二个呢是勾 half double crochet 然后呢再勾再勾长针 就是这个 这个叶下上来的时候 是有一个弧度的 所以勾了四个 一个是短针 一个half double crochet 一个是double crochet 第四个呢也是勾double crochet 总共勾四针 现在下来呢 这就是一行double stitch 一行是短针 所以这行正好要勾到 bubble stitch了 bubble stitch 我这个线我换成了这个细线 所以我这个bubble stitch 我勾五个 这是两个 三 一四个 五个 然后这样勾到一起 bubble stitch后面呢 就是应该一二三 我现在开始呢 我现在开始呢 因为我这是要收袖口 所以这个袖口呢 就要 这一点一点减针 我把这个减针呢 放在中间这个地方 所以这儿都是不动的 我在中间这儿减针 中间这儿减针呢 就是 这样就是肩膀上是 这两个 就有这两个bubble stitch 这两个line 所以我这儿呢 就是 跟前面勾法一样 这个bubble stitch完了 是三个芡 然后 这儿一个短针 一二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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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个芡 然后最后这个地方要 这儿因为是短针 下一行就是bubble stitch 我这儿就够一二三 三个芡 以后 够bubble stitch 一二三五个bubble stitch 三四 然后这儿呢 这儿我开始要剪针 就是这样 这儿应该我在这个地方 先勾三个芡 然后下一个就四个芡 我把三个芡 scape了 这样就是剪针了 一二三四 所以这样等于剪了一个 剪了一个这个网牙针 这样就是这个袖子 就往中间收 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一样的 因为前一行这儿是短针 所以这一行呢 就是长针 这就是中间 这就是前片的中间 一二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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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儿呢 就是这儿是 因为前一行是短针 所以我们现在就要勾这个bubble stitch 勾bubble stitch 我也是skip了这个 这样就等于是剪针了 同样的道理 我把这儿skip了以后 直接勾到这儿 这样就是在剪针 而且这个剪的时候 我每两行剪一次 同样的道理 这儿呢 这个芡我就不勾了 我就直接勾到这个bubble stitch这儿 这个bubble stitch收针了以后 我勾两个券 在这儿呢 跟那个 我现在这个右边 跟左边一样 我先勾一个 勾两个长针 然后一个half double crochet 然后一个短针 我最后再勾一个chain stitch这样过来 过来这个前片分了 分了前后片 这第一行就勾完了 翻过来我勾第二行 第二行呢 还是现在这儿 勾一个slip stitch 再勾第一个是短针 第二个是half double crochet 然后再勾两个长针 一 二 然后我这儿呢 是 现在该勾这个 这儿因为是bubble stitch 所以我现在这儿就要勾 勾是 经勾口水 勾短针 勾短针了以后呢 我这一行是这样 一二三四 跟前面一样 勾完短针了以后 到下面这儿 勾一个短针 一二三四 所以我们这一行就这样 勾针 一二三四 这个 这一行呢 跟前面一样 就是勾完 single crochet了以后 勾四个长针 在下一个chain上 勾短针 跟前面不一样的 就是在勾bubble crochet的时候 把这个bubble stitch的时候 我们把这个chain scope了 所以总一是在勾 bubble stitch的时候 剪针 在勾这个 single crochet的时候 跟前面是一样的 这个呢 还是跟一样 就是这儿 一二三四 勾这个短针的时候呢 直接就到这个bubble stitch上 这又是跟前面一样的 一二三四 同样呢 在这儿也是 勾了 撕个chain了以后 在下一个chain上勾 single crochet single crochet 一二三四 然后呢 这就到了前面 中间这儿 我勾长针这个地方 勾长针这儿呢 这儿因为这一行是长针 我下一行就是短针 所以勾一二三四 撕了以后 我escape这儿 跟前面是一样的 就勾 勾single crochet 抱歉啊 我们家鸟太吵了 然后这儿还是一样 一二三四 然后勾这个线上 勾一个single crochet 这样呢 前面就是在这样 这行不变 就是在勾那个 bubble stitch和那个 double crochet的时候 少勾一个就剪针了 前面在这儿 这就是前面结束的地方 这就是前面结束的地方 所以前面呢 第二行也勾完了 我们现在勾第三行 三行呢 还是在这儿 makeup 测一个slip stitch 然后再勾slip stitch 然后再勾3个 然后在这儿是勾4个 下面这一行就应该是bubble stitch 我勾1 2 3 勾bubble stitch之前我们都是勾三个芡 然后1 2 3 然后勾到bubble stitch 这个跟以前是一样的 1 4 3 然后勾在一起 我们这个简针就是在这儿 勾bubble stitch 我们以前是勾三个芡 然后在这儿开始勾短针 我们现在就把这个scape了 改成勾四个芡 到下一个这儿勾 所以这儿呢scape了这个了以后 这个等于就是前片在剪针 因为我这个袖子这儿我会剪 袖子我就沿着这个前片 前片这儿剪 所以我们前片就是这样 这是第三行 1 2 3 4 到这儿一样 我们以前是在这儿勾四个芡 然后在这儿勾一下 勾一个single crochet 然后呢再勾三个芡 在这儿勾bubble stitch 我们现在就把这儿scape了 4个芡了以后呢 直接在这儿勾bubble stitch 然后呢再勾下一个 1 2 3 好我们那个前片就这样剪针 等我把这个一块剪到那块的宽度了以后 我们再回来 前片分出来了以后 我勾了大概就是这些 这些有几个厘米 我现在呢就是把中间这儿mark起来 就两边mark起来 我现在准备勾前面的领子 前面我准备挖一个圆领 然后两边呢就是像 也不是吊带裙 就是像背心裙一样 宽就是这么宽 前面也是这么宽 我就把前面 前面这两个line呢 就跟后面对起来 我会在中间这儿剪针 最后这边剪针 剪针 然后这样对起来 所以现在呢 我就开始留前面这个领子 这个前面这儿勾完了 正好这行勾完了 我就钻回来 往后面勾 这前面这是中间这儿 我会在这儿留领子 这儿呢还是 这行这儿 因为前面这儿是长针 所以这行就是短针 短针我就先勾了一个芡 然后在这儿都是勾短针 勾短针了以后 这儿呢 一二三四 这儿是四个芡 在这个bubble stitch上面呢 勾一个短针 然后这儿呢 就是这儿往中间收 所以这儿一二三四 我在这儿就scape这个 在下一个勾短针 一二三四 勾的时候我前后片是看着的 后片这两条线 前面呢这两条线我在这儿呢 所以这儿 所以这儿我还要再把这个弯过挪一下 跟这个后片这个线对齐了 这两个一样宽 所以我就这儿不剪针了 不剪针了以后就在这儿开始 一二三四 然后这儿一二三 然后这儿一二三 然后在这儿呢是在这儿 勾到这个线上 跟前面一样的 勾到这个线上 一二三四 我们可以看出来 这个我现在这两条线呢 这儿跟后片 这儿已经一样宽了 我这个把这条线 往这个边上挪的时候 就是这儿少勾一个线 这边多加一个 多个 这儿少勾一个网眼针 这儿多加一个 所以这就挪过来了 后片也是这样勾的 一二三四 这儿就是全是四个券 一 single crochet 勾这个网眼针 好 从这儿开始呢 我就是准备收领子了 收领子就是像这个 前片这个收一样 我这最后一行呢 我就勾全是勾这个 double crochet 因为这个网眼针 它会往回缩 所以这儿呢 我要开始 勾那个 double crochet 在这儿 每个网眼里面 我勾三个 double crochet 一 二 三 下一个也是 一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二 二 一 二 三 然后这边呢 我就还是把这中间这几个 这个 double crochet 好 这一行正好在这儿 这是上面这一行是 double crochet 这一行该支 支那个短针了 single crochet了 所以在这儿呢 就是go single crochet 这儿呢 因为前一行是 double crochet 这儿呢 所以这一行就是 single crochet 这儿呢 就是给它接着 给它勾 每个每个欠里面 勾三个 double crochet 三 到这儿呢 也是 勾三个 double crochet 这有 marker 就是在这儿 要勾这个 double crochet 的地方 二 就是 琉璃的地方 跟这边一样 这边完了以后 还是 还是这样 网眼针 所以一二 勾这个网眼针 三四 勾四个欠 在这儿 一二三 四 四个欠 这儿因为是 bubble stitch 这上面这儿就是一个 single crochet 又是 一二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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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 数一数 两边要给它留的一样多的 三四 五 三四 五 三四 一样多 这样就好了 一二三四 这就勾这个另外一边 两边对称去 两边对称去 四个 single crochet 我们就勾下一行 下一行可以看出来 这个我领子这儿 这领子这儿就流出来了 流出来了这些长针 所以这儿呢我就不勾了 就是我就是勾这一部分 勾这一部分就是往肩膀上开始勾 先四个double crochet 这儿就是一个欠 一个三个欠 然后再三个double crochet 然后这儿呢跟前面一样 这儿呢 因为要勾 bubble stitch 这儿就一二三 三个欠 在这儿 single crochet 一二三 然后在这儿是bubble stitch 1 1 2 2 2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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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6 5 5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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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5 6 5 6 6 6 7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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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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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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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8 9 9 8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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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11 9 9 然后就在这往里面挪 就是收这个领子领头 往两侧走弧线的 123 然后这边就是剩下的底子一样了 12 Single口水 1234 Single口水 1234 Single口水 在这儿呢 就1234 这儿就到了 这bubble stitch上面呢 就是勾一个Single口水 然后1234 在这儿 然后这儿呢 又是1234 然后再来吊过来 还是这样勾 所以我们勾呢 边上呢 就是跟前面勾这身里一样 有一行呢 就是大波口水 上面就是Single口水 这儿呢 有一行就是bubble stitch 上面就Single口水 这儿呢 就是中间是四个芡 然后Single口水 这边呢 我就开始一点点的收领子 现在是走到这儿了 我下一行呢 就是在这儿 勾三个Double口水 在这儿再勾一个 然后就从这儿慢慢慢慢收 收的这个前片跟后片一样宽了以后呢 我这块就不收了 因为这是领子中间 从这儿慢慢慢慢往上走 收那个弧形的领子 现在这就开始 这一行呢 这个三个Double口水在这儿 下一行三个Double口水就是在这儿 然后在这儿 我们就这样一直勾下来 现在还在勾这个前片 前片我左右分开了以后 这Marker这是中间 我就把右边的这片勾好了 勾好了以后呢 我就跟这个后片连到一起了 勾的时候我就说了 我这个要把这两条线 这两条Line 跟这个后片勾的一样 勾的一样宽 这样我就可以给它连起来了 这个过程中呢 就是像这儿就是这样 这边剪针 这边剪针 这边加针 然后就把这个Line这个挪过来了 我对好了位置 完了我算好了 算好了一点也要剪 这边也一样 这边我现在也是 把这个等于是左边 衣服的左边 我还在勾 勾的这个前后片 这个这两条Line 一样宽了以后呢 我就可以这样直接往上勾了 所以这上面就是 就是这样 这种 左边就是这个 四个Double Couches 然后呢 有一行是四个Double Couches 有一行就是Single Couches 然后这儿呢 这个Single Couches这儿呢 这儿就是四个Chen Double Couches这儿呢 就是三个Chen 然后一个Single Couches 再三个Chen 我拿勾这儿吧 在这儿 这儿就是三个Chen 然后一个Single Couches 再三个Chen 然后这边呢 就是这个 一行是Bubble Stitch 一行就是Single Couches 像我现在勾的这儿呢 这就是 这就是刚勾完了 这是Single Couches 这儿 这儿都是Single Couches了 到下一行呢 就是Double Couches 这儿一样 这一行都是 这儿是Single Couches 这Bubble Stitch 上面是Single Couches 下一行呢 就是Bubble Stitch 这儿也是 这儿现在是Single Couches 下一行就是Double Couches 好 我们就这样勾 我把这个呢 这是另外这一面 勾的 勾长了以后呢 也是跟后片这儿连起来 跟这边一样的 这个勾长了以后 完了前后片连起来了 这边给它往上勾 勾的一样长了以后 就可以连起来 中间呢 这儿就是从这儿开始 一点一点往这边挪 每次就是少勾一个 然后这边上 我是勾Double Couches 然后往这儿勾勾 挪过来 一点点就 现在就是跟 跟后片这个 后片这两条line呢 就是一样 一样宽了 到时候就可以连起来 好 那我们现在就勾下一行 就像我说的 因为这前一行 这是Single Couches 所以这一行 就是Double Couches 先勾三个Train 然后这儿呢 就是三个Double Couches 我们家的鸟在挪地方的 我们家的鸟在挪地方的 三个Double Couches 然后这儿呢 这前面这一行 这是Four Chains 所以现在就是三个Chains Chains 3 然后这儿也是一个 然后在这儿Chains 3 然后这儿就是Bubble Stitch 我是勾五个 五个Double Couches 完了 我们这个裙子 都是这个网眼针 唯一不同 就是我加了这几条line 这样我觉得有点变化 一二三 这个勾完这个Bubble Stitch 就是勾三个Chain 然后在这儿是 Single Couches 都是四个Chain 一二三四 Single Couches 然后到这儿呢 又是前面这一行 是Single Couches 所以这儿呢 就是Bubble Stitch 一二三 然后这儿是勾五个Bubble Stitch 一三四 然后勾在一起 这就是Bubble Stitch 同样这儿是Chain 四个Chain 这儿就是 One two three Chain three 这儿是Single Couches 一二三 Chain three 然后这儿又是 这一行就是Single Couches 所以到下一行呢 就是Double Couches 一二三 然后这儿呢 就是四个Chain 一二三四 四个Chain以后 在这儿呢 在这个Bubble Stitch 上面Single Couches 这儿又是 一二三四 然后就Scape这个 可以凹击一年 这儿都是Single Couches 四个Chain Single Couches 四个Chain single Couches 四个Chain single Couches 所以这样两行完了 再翻过来呢 一行是有double crochet 一行是single crochet 所以这一行下面又开始是 重复前面这一行 double crochet chain 3 这儿是bubble stitch 这边也是 所以两行 两行一样的 这儿又是123 every other line is the same 这儿又是三个double crochet 重复是上上一行 OK 那我们现在就这样重复勾 把这儿勾的勾成了以后 跟后片连起来 连起来以后这前 上身就完成了 上身就完成了以后 我就通这儿使 在这儿开始勾腰部 勾完腰部了以后 就转到下面 就开始勾裙子部分 现在我们这个裙子 前面这边就是 裙子的左面 这边我已经勾住了 后面勾的一样 好 好 我是呢 今天特别 在下方 谢谢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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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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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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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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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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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勾完了我又勾一行长针 这个长针就跟这儿开始收拾了 所以腰部就给完了 这个裙子部分就跟腰伤不住一样 就是勾这些网眼针 然后中间我夹这么一条蜗 这条蜗蜗就是bubble stitch 前面有四个 二三四 后面也有四个 然后我曾经勾的时候呢 我就放上了marker 这四个地方就是我夹蜗的地方 就是这种bubble stitch 所以这儿呢就是夹蜗 后面也是一样的 后面也是这个四个地方 就是夹蜗 跟这个前面的夺蜗的这个后片是一样的 下面我勾取的就是要注意的地方就是 我要在这个bubble stitch 这个bubble stitch 然后开始夹蜗 因为这是腰部 腰部下勾 腿部还有几下这个群排 都是要越来越大的 所以我就要开始从这儿夹蜗 我勾起来 勾到夹蜗的地方 我在回来 勾完这个腰部呢 我就勾了两张 这有长针 这个就是中间这九个长针 我是要继续釘扣的 勾了这儿了 我看这大概就是 反正是过了腰部了 在腰部最下部的细的下面 这个裙子呢 没有图的原因是 一个是它跟上面的工法是一样的 所以我想 就是看一下这个裙部的效果 从这儿它是第一行 第三行 一三五七九 所有的七桌都分成一样的 第二行 第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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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四行 所以四行 所以四行 十二十六 这个就跟第一行 那稍微有点区别 就是要加针 现在这一行呢 是跟第一行一样的 我前面说过 我按的就是 反复的是 八五四七 第一行是 single crochet 短针 所以现在呢 我勾的这一行 正好前面就是 这是短针 所以这儿又开始了 八五四七 这跟第一行是 但是这个功法 这儿是一样的 唯一的就是 前面这儿是 就是 扣三个 跟第三个 然后是谁 在我这儿呢 就是这个 一旁边 对 对 对 前面那个 上次的功法一样 所以在这儿 这一行呢 这是跟第一行一样 一二三 然后在这儿 扣四 总共五针 换成五针 然后这样勾一起 这就 bubble stitch 然后一二三 在这儿 在简矮的 这个bubble stitch 这儿勾一个短针 这所有的奇数行 一三五七九 都是这样 一二三四 后面就都一样 然后我们勾到 下一个bubble stitch的时候 这儿也是 这儿还是四个欠 到这儿就是 四个欠 然后呢 三个欠 然后在这儿 勾 bubble stitch 所以我们勾到那儿 看 一二三 最后 最后短针 single crochet 然后在这个bubble stitch上面 这一行就是短针 所以我们要勾 bubble stitch 一二三 这儿就是三三个欠 然后在这上面 勾 bubble stitch OK 一二三 这就跟前面勾第一个的时候一样了 勾了三个 在这儿是single crochet 所以这一行呢都是这样 我们总共有前面有四个line 后面有四个line 所以这样要勾八个 这一行勾完 勾完了以后 我们就开始支持第一行 所有的奇数行 一三五七九 然后我们再勾下一行 就跟第二行二六十十四一样的 好 我们现在这一行 也就是跟那个第一行的勾法一样 相当于第三 一行一三五七九 所以这儿 这是我们从这儿开始的 所以这一二三四 这儿还是 在这儿还是一个single crochet 然后在这样之前呢 这儿开始也是三个chain 所以这儿 结束这儿也是三个chain 就是靠近这个bubble stitch 左右全是三个chain 一二三 在这个bubble stitch上面 勾一个 这个结束就是勾一个slip stitch 然后我们就开始勾第二行 第二行 第六行 第十行 十四行 二十行都是这样的 我们在这儿就是一二三四 四个chain 然后scape这个chain 然后到下一个chain 所以他们就是 每隔一行就换一下位置 这个 因为是在这个bubble stitch中间 剩下就都是一样了 都是四个chain 一二三四 然后这就到了前一行这个bubble stitch这儿 头一行是bubble stitch 这一行就应该是短针 这个chain就不勾了 我们在这儿勾一二三四 然后直接到这个bubble stitch上面勾短针 然后再到这边 过了bubble stitch 也是一二三四 这个chain不勾 再下面一个 勾一个短针 所以第二行 第二行就是这样勾 这是第一行 现在是第二行 第二行勾完了以后 第三行跟第一行一模一样 到了第四行跟第二行 我们要加针 我们现在每四行加一次针 所以我现在就把这个第二行勾完了 然后我再勾第三行跟第一行一样 到第四行的时候我们再回来 第一行的这个bubble stitch 这儿收起来 一个这个结束都是一个slip stitch 好我们现在开始勾第四行 前面这个都是跟第一行 跟上身勾的一样 这个第四行呢 像我前面说的就是每四行加一次针 所以加针就是这样 第二行是从这儿 一二三四 然后skip这个到这儿来勾短针 而这第四行呢 就不一样了 第四行是先勾三个 然后在这儿 不skip这个了 在这儿勾短针 然后一二三四 所以这样呢 就是在这个bubble stitch 两边加了 一边加一针 这儿勾 以前勾短针的时候 这儿都是 勾短针上面都是勾四个针 skip这个到这儿勾短针 现在不skip 所以这就加出来针了 这等于 这一个bubble stitch加两针 总共前面四个 后面四个 总共八个 二八 等于加十六针 所以每四行 加十六个针 加十六个这个网眼针 一二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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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bubble stitch 这个bubble stitch的这边了 所以我们以前勾第二行的时候呢 在这儿也是冲这儿 一二三四 然后skip这个到这儿勾短针 现在呢我们是不skip这个了 第四行 第八 第四八十二十六都是不skip这个 这个不skip一样勾短针 然后一二三 然后在这个bubble stitch上面勾短针 所以这就是每四行加针的办法 同样到这边 一二三 这个不skip了 在这儿勾一个single crochet 一二三四 后面就都一样了 每四针一个针 一个single crochet ok 所以所有的加针的地方就是这样加针 第四行 第八行 十二行 十六行 针就是这样 就是实际那个加针 你加到喜欢的肥度了以后呢 你就可以不加针了 不加针就跟上面 钩上身也是一样 就直着往上钩 就不用这样加针了 你加针的速度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减 因为这个线很细嘛 我就想给它勾的裙摆大一点 现在这个裙子就勾完了 你勾的时候到了想要的宽度了以后 就可以停止剪针了 我前面这儿还要再勾几个扣钉上 绳子勾完了以后 我就开始勾这个扣子 扣子的详细勾法 我以前有一期是专门做的 我现在还有最后一个缝上 所以我现在就再做一遍 这个详细的可以看以前的video 我现在就开始勾这个扣子 上次我是用那个给一个毛外套上勾 然后线的毛线也比较粗 这次因为是这个裙子呢 毛线也比较细 所以我又就用这个铅笔 大概绕六下 不要绕太紧了 不然弄不下来 这四下 五下 六下 我再绕一下吧 然后把这个拿下来 拿下来了以后 把这个勾身从这里面窜过 窜过呢 把这个线 从这里面勾过来 然后勾紧了 然后就开始在这一圈一圈的勾 这刚才缝口用的 我把它拿掉了 这个就开始一圈一圈勾 这个不再多少帧 就是把它全部勾齐了就好 这是因为这个线头比较多 无所谓 只要把这个扣 你们看就看 这个就是最后把这个扣勾起来就行 随后把线头都会藏在里面 这个还有 我再说一遍 这个扣子的video在前面可以找到 我会把它放到link里面 这现在已经快成型了 扣现在勾成这样的了 比较圆了 它跟这前面这个 前面这个圈勾到一起 勾一个slip stitch 勾到一起了以后呢 这个等于就勾好了 但是我这线剪断的时候呢 我留一截 一个是缝这个扣 一个呢就是放这个裙子上面缝 剪断了以后 把它撑紧了以后 我就开始缝扣 我把这个勾好了以后 把剩的这些线呢 我先开始缝 缝的时候呢 翻过来 翻过来 这个就是 这个对着这一面呢 是跟这个 这个块 缝到这个块里面 这样缝的时候 这样缝的时候也是给它尽量缝紧了 然后呢接着在这个临近的块这儿 这样缝进去 然后呢 这是背面 背面就给它窝过来 刚才我们勾的是正面 现在在缝的时候在背面缝 也是这临近的这个 这个嵌这儿 这缝进来 然后呢 都是缝在那个芡上 一边缝 这个手给它往紧了捏 这样呢 再到这个芡上 主要目的就是要把这个扣缝紧了 缝圆了 从背面看 就是所有的这个芡的部分 基本上都给缝到这个背面了 正面看呢 这就是一个扣 这个扣 这个看着也比较圆 用手再把线这个摘一摘 这个不是特圆的地方 我再给它稍微缝一下 这个扣现在看着就基本上挺圆的了 然后我们就给它缝到裙子上 这是最后一个扣了 我这个裙子因为都是很简单的 主要就是往眼针 所以我这个扣呢 就是修饰的作用 这就是为什么我前面 前面留了这几个长针 就是往上面缝扣子 修饰的 所以现在再把最后这个扣呢 缝到上面 从背面 从背面 我给它摁住了这个位置了以后 我从背面可以缝 这个裙子 这个裙子勾好了以后呢 我上面又勾了 这个总共这有18个扣 这就是我前面留这个长针的这个主要墨迹 就是为了前面放上一排扣 这个扣也是死的 主要起装饰作用 因为这个裙子这个没有什么花样 所以我加了上身下身都是 加了这四条线前后片都有 后面就钉了这一排扣 好 这个连衣裙就全部完成了 谢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好 再见了 拜拜